文化中間的創造力 想像力 我自己覺得就是 文化中間的創造力 想像力 說不定就可以帶我們逃離 文化所帶來的一切的 真的可能是浩劫 所以在這樣的浩劫當中 也許你剛剛講到 如果用婚來比較 文化看起來是一個比較柔性的 甚至屬於它比較陰柔的力量 它不是那麼用強橫的語言說 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怎麼樣 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種對於多元的 對於異端的包容 就是你有這種包容 你有這種尊重 你有這種想像空間 對異端 對多元的 有一天必然就會轉化成 其中的可能性 也許某一個可能性之一 就帶來了無限的生機 包括說不定有一天 我們可以有非常有創造性的能源 我們有非常有環保意識的一種 共同的一種認知 然後再加上那種真正的 就是估計到生態的能源 說不定整個地球暖化的問題 也許會區緩 也許會翻轉 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覺得文化標沒有用一天 都覺得 但是我覺得無用之用才是大用 有一天就靠著這一把鑰匙 就整個翻轉 一個大家共同的這個 真的是predictment 這個共同的惡劣處境 那感覺上好像是說 文化的力量 就是說它反而是讓這樣的論辨裡面 我覺得讓在這個論辨裡面 文化就是保留了它的可能性跟彈性 就是將來可能處理這麼困難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你整個地球作為一個整體 要有足夠的彈性 要有flexibility 那這個而且受到最大傷害 你剛剛講到其實是缺乏彈性的部分 就是那個部分一定是 所以你剛剛提到誰是受害最多的部分 至少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都可以這樣講說 受到最大傷害的一定是 最缺乏彈性的部分 就是我們怎麼樣讓整個地球 靠著我們今天的努力 就是一直保持它的那種 依然柔軟 依然有想像力跟創生合力 也依然有足夠的彈性去面對 為了不可自得她有景觀 以上上世界。 這麼多花樣的月未,